国庆日快到了 国庆大典每年亮点之一的国庆金差 今年首度找来了两位外籍金差加入阵容 其中一位是金法碧眼 但是一口流利中文的俄罗斯金差 另外一位则是端庄靓丽的 马来西亚外籍生金差 他们的身高都要大概到165到175之间 而且整个人的身形 都要呈现一定的要求 经过海选才能够在国庆日当天 要给各国的宾客留下最好的印象 口号转集动作一致 一年一度国庆大典即将登场 两位金差们抢先亮相 其中却有两张面孔 好像有点与众不同 金法碧眼修长眉腿 这名来自俄罗斯的外籍金差 可是价格的阿兜阿 20岁的他目前正在就读国庆期二年级 虽然有着洋娃娃外表 不过讲中文买通 欢迎大家参加国庆大典 已经点漫29年名传大学国庆金差 今年首度启用外籍金差登上国庆典礼会场 除了俄罗斯来的李艾拉 还有这一名就读广告系三年级 来自马来西亚的蔡倩文 外国联统服务各地宾客 最难的在于 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语言的问题 因为我的母语是俄文 然后英文的话我在俄罗斯学了五年 我听得懂一点但是不会讲 但是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贵宾的话 可能会请我听不懂的话 我会请就是同伴帮忙 不止语言是难题 不过更精秀的恐怕是国庆当天 马王难题 我可能会请大会工作人来协助我们 选出28位金差金帅 标准高的下人 金差们平均身高 需介于165至175公分之间 不仅时时得保持笑容 头部肩膀和膝盖 还得以呈现一直线 鞠躬需维持30度 讲话也必须保持在0.5秒顿点 确保宾客了解 国庆金差历经一年辛苦受训 就是要在国庆日上量力登场 专顺下软水平时 小子台北上报道